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民生议题 带您关注根据电动车充电业者的统计 全台纯电动车的领牌 已经突破有8万辆了 出现了庞大的需求 而日前双北市在公有的停车场 全面启动了电动车的充电桩 未来业者们将要布局 全台超过有3000个充电桩的站点 来提升充电量能 满足电动车驾驶的充电需求 台北市公有停车场 即日起正式布局165处 公有停车场充电桩 以AC慢充交流电为主 规格以J1772以及Type2两种规格 平均一度8元支付方式 从悠游卡信用卡到Apple Pay都可以 事实上在今年7月 我们决定达到165厂650桩的充电桩 今年年底就刚才主持人讲 今年年底就会达到1200桩 然后到119年预计要达到3000桩 以前我们都是用停车位的 那个差别位列来做提价 但我们现在是一度来计计 不只台北包含新北列同厂宣布 426格启用 明年迈向900格 而AC慢充和DC直流电 也就是俗称的快充来比较 后者充电时间虽快 但建制费用也不便宜 我们预估这几年要扩充 1200个充电桩的机位 希望让市民使用能够方便 更重要的希望能够低降 尤其在安全的部分 我们会做好这个黄河台 以及一建通24小时的温暖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 全台电动车领排数已经突破8万大关 不只产业竞争激烈 充电桩业者竞争也出现白热化 双北首次展开充电桩的公司协力合作 即日起公有停车场电动车充电桩 正式启用 差别费率改为一度计价 让电动车族群有更多元的支付方式 原新闻这一家两海 姚郑仁宗 台北新北综合报道